局勢惡化 俄軍動用重型武器 俄拖北京落水 日媒曝光習近平密令 敏感時刻 美國重磅代表團訪台 余茂春說中共不可信 簽和平協議沒有用 華蘭一華裔男子被捕槍掃射嚇到哭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詩明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下面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俄烏第一輪雙邊談判結束後 俄羅斯展開對基輔的強攻 包括動用更多SO-34重型轟炸機 也不再匯避平民居住區 與此同時 受到國際制裁影響 俄羅斯國內銀行出現異動 俄羅斯前外交副部長 費多羅夫日前透露 在開戰前 曾下令要在3月2日前 勝利完成軍事行動 這個截止日期意味著 戰爭關鍵時刻已到來 在開戰6天 卻毫無斬獲的情況下 莫斯科將奪取烏蘭首都基庫 視為第一要務 加大軍力的投入 有衛星圖片顯示 在基庫霍斯托梅爾機場 以北32公里處 出現了一支27公里長的俄軍隊伍 其中包括坦克、裝甲運兵車 正向基庫方向駛去 美國CNN最新的報導指 細報官員認為 目前仍有大約四分之一集結在邊境線的俄軍 沒有進入烏克蘭 俄羅斯下一輪 還可能通過空襲、遠程導彈等 進行更猛烈的轟炸 對烏克蘭真正的考驗很快會到來 目前還沒辦法確定幾乎可以堅持多久 令人擔憂的是 總有一天烏克蘭會耗盡燃料和彈藥 另外據兩名消息人士透露 美國一直與烏克蘭分享 包括俄軍動向在內的各項情報 路透社3月1日凌晨報導說 烏克蘭駐美國大使馬卡洛威告訴美國國會 俄羅斯在2月28日動用了被日內瓦公約禁用的真空彈 馬卡洛威呼籲美國提供更多援助 如果上述消息被證實 將是令人震驚的 真空彈 又名叫熱壓彈 殺傷力僅次於核武器 與常規炸彈不同 真空彈能迅速消耗進空氣中的氧氣 在爆炸區造成短暫缺氧 所以在城市作戰中 對掩體、防空洞極具殺傷力 這是否會促成美國與北約更進一步參戰值得關注 另一方面 俄羅斯正被國際社會孤立 國內金融日吹動盪 2月28日聯合國安理會上 美駐聯合國副大使米爾斯宣布 要求12名俄羅斯駐聯合國外交官 在3月7日前離開美國 俄國駐聯合國大使葉本賈 在隨後的記者會上證實了這件事 同一天 土耳其援引蒙特勒制度公約中的戰時條款 禁止包括俄羅斯在內 所有國家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內爾海峽 這兩條海峽 連接地中海、馬爾馬拉海和黑海 土耳其此舉對於握制俄羅斯意義重大 瑞士宣布凍結俄國資金 印度央行2月28日宣布停止與被制裁的俄國銀行交易 實際上執行了將俄羅斯踢出Swift系統的決定 國際金融研究所經濟學家伊林納·里巴科娃示警 伴隨著大幅拋售外匯儲備耗盡 制裁有可能引爆俄羅斯金融系統全面崩潰 2月28日 即使銀行用被上星期五收盤價高三分之一以上的價格賣出美金 俄羅斯人仍然塞爆了ATM 急著提取美金現鈔 幾乎獨立報記者波諾馬蓮夫2月28日晚發推說 雖然是工作日 但所有俄羅斯大銀行的網站都暫停運作 我想知道為什麼 另有消息指 俄羅斯股票市場在星期一也反常關閉 預計星期二也不會開始 日本《獨賣新聞》2月28日引述中國政府關係人士透露 習近平雖然沒有就俄羅斯入侵做任何明確的表態 但卻針對歐美經貿制裁下令援助俄羅斯 二則報導被視為中共在俄羅斯危機中越陷越深的證明 《獨賣新聞》指出 中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24日召開緊急會議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國家安全部部長、商務部長、軍方高層全部與會 習近平指示 俄羅斯未曾表態支持武力統一台灣 所以卻不對入侵表明立場 但要在經貿上支持遭到制裁的俄羅斯 在北京的一名外交人士說 俄羅斯確信中方不會轉向反對後 才展開入侵的行動 目前國際社會關注中共在俄羅斯危機中的角色 中共內部也正進行激烈的權鬥 這個時候這種消息被曝光 可以說對中共和習近平都很不利 細放並未因為應對俄羅斯危機而忽略中共這個對手 《華爾街日報》最新的分析就認為 美國正利用烏克蘭危機分化北京和莫斯科 報導引述美國官員說 做法之一是利用國際論壇 迫使北京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公開表明立場 同時通過經濟制裁 令俄羅斯入侵行動被中方帶來痛苦 假如中國企業和銀行試圖幫助俄羅斯 那麼針對俄羅斯實施的懲罰性經濟措施 尤其對某些技術的出口管制 可能會使北京傷筋動骨 信傳媒發文分析說 北京原來希望在俄羅斯衝突升高之後 出面扮演調停角色 但美英聯手打破中共的如意算盤 首先 美國從一開始就極力避免 烏克蘭衝突演變成美俄對峙 因為唯有此才能避免美國 在歐陸和南海問題上完全受到北京的操縱 美國還在開戰前積極尋求北京協助調停 更在事前將促進世界和平的功夫做足 其次英國首相約翰遜一直強硬宣示 捍衛自由民主反入侵的堅定立場 並反覆強調 與入侵者談判將會犯下與二戰前 歐陸各國相同的錯誤 這種強硬態度 逐步帶領原先沉溺於 雖正主義的歐陸各國轉向 齊心對抗俄羅斯 更是完全阻絕北京想借烏克蘭危機 在歐盟各國間上下棋手的企圖 中共一錯再錯至今 不僅失去了自從一帶一路以來 處心積累索造的大國崛起形象 將自己打回 附用俄國的馬仔 同時在歐美將俄國續出SWIFT系統之後 作為俄國最大出口國 中方還必須承擔更多來自俄羅斯的經濟負擔 在面對西方接連遇錯的同時 中共開始遭受俄羅斯的進逼 2月28日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 馬尼亞·扎克羅娃在記者會上表示 俄羅斯在世界上還有朋友 特別是中國 看來在被國際社會孤立的背景下 俄羅斯準備拖北京更深一步 捲入歐陸內機 俄烏開戰之際 美國總統拜登指派跨黨派資深代表團 由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率領 3月1日至2日 乘搭行政專機訪問台灣 將與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會面 綜合台灣媒體消息 這個訪問團的成員 背景都是以國防及國安為主 成員對國際外交形勢 軍事行動策略和部署 以及區域安全形勢等 都有好心的了解 詳細來說 率領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是美軍排序最高 而且最資深的軍職官員 是總統、白宮國安會、 國防部長及國土安全部的主要軍事顧問 成員當中還包括曾經擔任奧巴馬政府 國防部主管政策次長的博洛伊 前白宮副國安顧問蘇利文 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林 以及熟悉對台事務的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 路透社指出 拜登政府派出由前資深國防官員 與國安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去台灣 象徵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美方對台灣的支持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日前表示 如果中共犯台 美國僅會對台出售武器及提供情報 不會出兵保護台灣 對此 中國問題專家余茂春 2月28日回應說 這是是非不清 立場不堅定 余茂春即將在3月2日 與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訪台 行前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 他表示 當年南韓、科威特、中東地區都有類似的焦慮 認為美國是自私自利的國家 大敵當前將袖手旁觀 但在侵略行動發生後 美國也捲入了 袁茂春說 不僅是美國想捲入 日本、澳洲等周邊國家的高層 都表達相同的意願 因為這不僅是中共對台灣私家壓力 進行威脅的問題 台灣是中共針對全球的威脅 台灣是威脅鏈中的一個部分 同時 袁茂春還以中共與烏克蘭 信誓旦旦旦簽下很多條約為例 直指中共非常不可信 他提醒 台灣主張與中共簽訂和平協議的人 應該先認清中共的本質 事實上 中共就曾對烏克蘭承諾提供核安全保證 時任烏克蘭總統 艾魯科維奇在2013年12月訪華 與習近平簽署聯合聲明 當中第二條明確指出 中方承諾無條件 不對作為無核國家的烏克蘭 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 並在烏克蘭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 或受到這種侵略威脅的情況下 向烏克蘭提供相應的安全保證 台灣《民事新聞》3月1日報導 一名在烏國的中國籍男子外出購物圖中 遭到兩名烏克蘭平民持步槍掃射 男子驚恐地描述當時子彈從頭頂飛過 同行的女子被嚇到哭 CNN報導 引述已經定居烏克蘭20年的中國人 孫剛表示 中國網絡上的唱衰言論 經由烏克蘭媒體轉述後 當地華人更受到懷疑 孫剛說 當地人看到他的中國面孔時 都會認為他因為是在當地進行破壞 因為是支持俄羅斯的 他本人在外出採購時 還遭到當地居民的阻攔和質問 孫剛不認為這時候烏克蘭的局勢 對中國人是安全的 26日 一名自稱是在烏克蘭留學的中國男子 也在網絡發文 表示擔心自己是中國人會有不測 CNN指出 中共在烏克蘭的撤僑計劃停滯不前 放任國內網民挺我 並貶低烏國女性 這樣的做法可能至當地中國僑民於危險之中